那么对于美联储主席耶伦表明 将会继续维持低息环境 但有香港财经专家就认为 香港经济将会直接受惠 由于香港实行与美元联会的货币政策 美联储的风吹草动 都将会对香港的货币流通环境带来影响 有香港财经专家表示 美国暂时不加息 香港经济也可直接受惠 我认为实际上他在看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通货膨胀 为什么要加息 实际上加息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压抑通胀 那如果没有通胀 根本没有加息的这个必要 美联储近年一直主张 在失业率降至6.5%之前不会加息 而今年1月份失业率已经降至6.6% 市场对联储局是否上调利率充满疑虑 增员仓表示 失业率并不是美联储考虑加息的唯一指标 香港也很担心这个加息 那因为加息对所有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环境 就是不利的 为滴滴滴可以刺激这个投资 使到人们觉得把钱存在银行 没有吸收就会把钱拿出来投资 那做胜利的因为滴滴滴 就会借多一点钱 那增加投资 资源仓还预期 美国最早也要在明年才会考虑加息 亚太第一位卫视记者 徐昂报道